这里面到底需要哪一些栏位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需要的一定会有所谓的部门名称 那部门名称呢 针对每个部门 它的几个资料 里面包含的就是所谓的业绩目标 业绩目标 就是用指册的代替 然后再来就是达成业绩 再来就是毛利 那其实一般公司呢 也都是针对这几个项目去做一个讨论 比如说每个业务人员 每个业务部门都会有一定的业绩目标 比如说像这个 像业务一科的话呢 它的业绩目标必须要是 这个是各时百千万 那以万元为单位的话 等于是万万 后面还在加 等于是说这个地方还要再加上万 也就是哇那差不多三亿四千七百六十八万 所以这个数字是他们的预期的目标 可是它只有达到两亿多 那毛利的部分就是说也 这个所谓毛利就是说公司赚的钱 当然这个毛利越高相对的 相对的对公司来说 这个获利也就越高 毛利越高 像其实举个例子来说 像你们应该对那个iPhone 应该不算陌生吧 有没有 像一张iPhone 现在最新出到iPhone的第四代手机 那各位知不知道 那个代工的厂商是哪一家呢 鸿海做的嘛 那鸿海呢 像一台手机卖的话 至少要卖个两三万块 可是呢鸿海赚多少钱呢 那你想说鸿海很好赚嘛 实际上鸿海它卖一台的话呢 它只赚百分之二 也就是说呢 一台它大概只赚个 顶多不到 等于是说百分之二的话 假设说它一台是卖两万块 它就只赚多少呢 赚大概四百块台币一台 所以呢其实相对起来 鸿海的利润非常非常的低 低到真的是 一般的这个厂商 没办法接受的程度 所以其实鸿海它能够接得下来 是因为它真的可以 用很低很低的价钱 做出很高很高的品质的产品 它才有办法接到那个单子 那这边也就是说呢 一般的公司的话 生存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用最低的成本 然后做出最高的这个品质的商品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报表的时候呢 就要理解 这个所谓的业绩目标 还有达成的业绩 最后是毛利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做出这个资料里面呢 我需要哪些资料 这边注意这里的话 有几个项目 部门名称一定需要的 再来就是说呢 我才需要所谓的什么呢 业绩的目标 这个也需要 第二个 第一个是部门名称 那第二个需要的是业绩目标 第三个是达成业绩 第四个是毛利 用 所以呢 这一个图表里面呢 需要有几个栏位呢 总共需要四个栏位 那这四个栏位呢 实际上在提主式的附件一 就是在前面一集 已经有做过相关的资料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拿那个 附件一里面的资料呢 来做再一次的查询 各位可以看到 在四支一的地方 点开来看 这边就有部门名称 也有业绩目标 也有达成业绩跟毛利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 后面这三个加上部门名称呢 把它再查询一次 并且按照什么呢 按照每个部门 做一个群组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要的这个 这个数据 那做的方式呢 第一个呢 先到这个使用设计 检视建立新查询 然后呢 查询里面再查询 所以加入一个四支一的资料表 就前面的四支一 接下来呢 把部门名称加进来 然后呢 业绩目标 达成业绩跟毛利 这三个加进来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合计 那合计的话呢 我们就把什么呢 这地方合计哦 把这一个部门名称 做一个什么呢 群组 一样的放在一起 就是群组吧 那后面的业绩目标 跟达成业绩毛利呢 分别做什么呢 做总计 这个地方做总计 这个也总计 把它总计起来之后 那一二三刻的资料呢 通通都已经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呢 就可以直接呢 把它放在哪里呢 直接就放在Excel里面呢 就可以做出图表 不过呢 这个地方还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它要的数据哦 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还必须要再把这个资料 除以一万才能来用 好 这笔图表想你们先试试看哦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